我们过去是一个非常目的导向 是 就是说包括我们学习任何的兴趣 任何的才艺 我常在教会里面就会问 弟兄姐妹 我们多少人也有音乐天分的 或者是会任何乐器的 那都会举手 那另外有多少人 你觉得你都不会音乐 永远不会音乐的 那也会有人举手 那其实我们就觉得 音乐要小时候开始学 任何的乐器要小时候开始学 可是其实他们会觉得 已经太晚了 太迟了 可是为什么会太晚太迟 当然你要做一个钢琴家 演奏家 那可能太晚太迟 可是如果只是学一个乐器 让你一个人在享受当中 可以敬拜神或者是怎么样 我也没有说你一定要学钢琴 学keyboard 一定要可以到主日崇拜 但敬拜到在敬拜团里面 可是你就会发现 我们其实在我们的 光是休闲 在这些才艺上面的学习当中 其实常常会给我们自己 一个压力 就是我学这个干嘛 要到什么种程度 你知道我以前 我开始滑雪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会给自己一个要求 那我现在刚开始滑雪 那滑了一年之后 应该有什么样的进步 滑了两年之后 三年我应该会什么 其实我们会给自己很大的 光是在休闲上面 我们都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如果休闲就变了一个工作 对 所以你知道 休闲就变了一个任务 像亚文几年前开始 他开始学芭蕾舞 真的 他学芭蕾舞 他其实从小没有芭蕾舞的根基 你知道有时候 有一些孩子是 小时候就开始学芭蕾舞 他没有 他只是纯粹一个兴趣 他想去学 那在芭蕾舞的过程当中 他其实一开始 一到班上就发现 那个什么初学者的那个班级当中 既然有人在那边 已经待了一年 他第一个就说 你一年还在这里 真没长进 但是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想法 对不对 你一年应该有什么样的进度 然后他就开始 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我在这边干嘛 是我一年之后 要有一个表演吗 要有一个呈现吗 就发现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说 我们很难去享受 这个东西 它的本身的美也好 本身的一种休闲的功能 好像我们打球 就一定要打出 什么一个名堂一样 要参加什么样的比赛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进度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放松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觉得 做这一件事 好像还是有一个标准 而不是真的享受这一件事 但你就发现很多时候 我们在做很多这些 看似是休闲的事情 可是其实给自己一个 很大的压力在当中 而不是能够真的在当中 我们切换我们的心境 切换我们的情境 情绪 然后在当中过程中 其实就享受那一个当下 享受那一个过程 其实我觉得 其实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在当中 其实是享受的 其实对我们的身心灵的放松 都有很大的帮助 其实当你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就想到 其实圣经里面 无处不是充满的这些东西 我们很熟悉 诗篇二三篇 这段经文这样讲 它说 它要带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们在可以安歇的水边 我们都很喜欢诗篇二三篇 可是这个经文就讲说 可以躺卧的青草地 可以安歇的水边 我也想到耶稣跟他的门徒说 你们同我到旷野里面去歇一歇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好像 我们的文化里面 要么就是要把我们生活中 完全塞满工作 然后终于有一天 好像我们被工作压垮了 或者是我们终于有些休闲的时候 又把休闲变成另外一个工作 又变成另外一个任务 然后我们就好像要去考什么证照 去学个烹饪 然后最后就要考个证照 这弄得我们都很辛苦 可是其实耶稣 是很放松 你可以感觉到说 就是在可以躺卧的青草地上 可以安歇的水边 到旷野里面去歇一歇 就是去放松 享受我们在一起的时光 我觉得耶稣可能不只是 不只是一段时间 不要做什么事情 还有跟他的门徒们在一起 门徒们在一起聊聊 其实有另外一个休闲 我觉得 其实刚刚你谈到耶稣 我觉得在耶稣他的 你看就是法利赛人文 是常常控告耶稣 说他跟罪人 税吏 去跟他们一起吃吃喝喝 等等这些东西 就发现其实在耶稣 他的生活的里面 其实有一个社交的一个aspect 有一个与人一起吃饭 其实吃本身也是一个休闲 其实我们可以在吃的过程当中 那特别享受与弟兄姐妹团契的 那个社交关系 其实有一个休闲 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身心灵 其实就是在彼此的关系当中 那种借着一起吃本身 丰富我们的生命 丰富大家之间的关系 然后在吃的过程当中 彼此在开玩笑啊 谈天啊 很多时候 你知道我们有时候 两个家庭一起去旅游度假 然后我们几个牧者 或者坐下来吃吃喝喝的时候 有时候谈的 就是我们看 其实就真的很喜乐 很享受那种关系 我觉得其实有一种休闲 其实它是有一个社交的部分 就是我们在家庭里面